不曉得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学台湾史的时候 会怎么称呼 从1895年到1945年这段 日本统治台湾的时期呢 是用日志还是日剧呢 同样的道理 清朝治理台湾 又为什么会用清明时期呢 关于这些词汇 常常会引发激烈的讨论 也常有观众来我们频道说 是日剧不是日志啦 而我们用日剧的时候 又会有观众来说 是日志不是日剧啦 在用词的背后 其实也牵连到每个人的国足认同 还有思想上的差别 从多元民主社会的观点来看 用什么词汇是出自于个人的选择 都应该要尊重 不过从历史上来看 日剧这个词汇 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 在社会表述占尽了优势 长达了半个世纪哦 但这不是自然形成的 而是政府介入的结果 关于日本统治时期 我们应该怎么称呼 在战后其实有超多种说法的哦 比如在日本时代 长期支持反殖民运动的林宪堂 把拒制连用 所以称日本拒制 用意是十分深远啊 顺利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权 致力于驱逐台湾人的日本独树 还把这个目标列为重要的施政项目 所以全面禁止使用日文 不过对于过去那段时期的称呼 倒是没有硬性规定 在政府的公文上面 日治时期 日剧时期 日本时代等称呼 都曾经出现过 然而这样的自由 直到1951年11月 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 新闻给台湾省新闻处指称 台湾当年遭到日本侵略占据50年 世俗称这个时期为日治时期 如果把这个时期叫日治时期 是刻意忽略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 鸣列台湾省同胞 固有之国家民族意识 要求应该改回日剧时期 台湾省新闻处也立即把这份 来自国民党的指示 操送给全台湾的报社 通讯社 杂志社 并刊登在省政府公报上 这种由日剧全面主宰的情况 直到1997年 随着戒严解除以后才看到翻转 日治时期一词主要是 随着台湾主体意识兴起 以及对日本统治时期的认识 评价更加全面 让这个在战后初期普遍使用的词汇 再度复苏 如今用日治也已经是学界的普遍共识了 但在初期也不时传出 保守派学者会在口试的时候 会因为年轻学者使用日治而抨击对方 你是不是支持台独啊 李登辉政府在1997年推出国中版认识台湾教课书 第一次把台湾历史地理独立成册 不再是中国死地的附属品 也没继续使用日剧 而是把学界已经患用的日治 扩充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为了缓加传统中国死学界 还有统派团体找到的一个折衷方式 不过不出意外就要出意外了 2008年再度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政府 好像不太愿意放任这个民间自主发展的结果 但大多透过报章或是社会舆论来希望 更多人跟他们站在同一边 不过当时的民众 好像就跟现在的我们一样 觉得你们在吵什么吵 用哪个不都没差吗 直到2012年由统派学者张亚中 在2012年筹组的史记 刻意 北一等出版社 想用日剧来编写历史教科书 而遭到教科书审定委员会退回 所以他直接找马英九总统申诉 随着舆论越吵越烈 马总统在2013年7月18日 出席由退伍军人协会主办的纪念抗战76周年大会时表态 我从小到大都用日剧 但我并不反对有人要用日剧 在4天以后 更由行政院发文表示 不得硬性规定日剧或日剧以后 教育部马上急转弯 同意教科书并成日志跟日剧 尊重编则依历史事实诠释 以保障宪法所定的表达意见自由 不过为了维护中华民国 国家主权跟民族尊严的立场而言 在公文处理上 行政院将统一使用日剧 中央及其他地方机关 也基本上都要使用日剧 不过当时教育部 法务部 文化部 交通部 好像都不太听话 发出来的新闻稿都表示 目前已经普遍使用日志 不会另外再做更改 而行政院的网站 也在转路的时候 也没有刻意把日志改为日剧 就连当时发布这项命令的 行政院长江一化 任内编列的2015年年度 行政院预算书 也同时混用日志跟日剧 在当时还是市长的台独 古今孙赖清德 虽然他的年纪 应该比我们两个 加起来都还要大 德哥也在市政会议表示 行政院的指示 没有必要性 也没有正当性 途征困扰 而从教科书争议 延伸出的行政 公文用语的规范 更令他感到错愕和不解 他还指示 台南市政府所属的行政单位 对于行政院的规定 不必拘逆 当时的学者专家 好像也不以为难 学术界使用的趋势 可以从国家图书馆 台湾博硕市 论文知识加值系统 来比较看看 如果用论文的标题去找 从解研的1987年到1999年之间 共有107篇论文是使用日剧 比日志的91篇多一点点 但2000年到2007年 只有51篇论文使用日剧 日志则有337篇 2008到2015年之间 只有17篇论文使用日剧 日志多达511篇 不久政党再次轮替以后 2016年 蔡英文政府就透过行政院公开宣示 将一化任内的这份公文 没有法律依据 对行政单位没有拘束力 接着我们再来聊一聊 同样的观念之下 清朝领永时期 为什么用清零 对于台湾史而言 荷兰东印度公司 明镇清零 又或是日志 只不过都是台湾历史 绅士里面 又一个不请自来的过路客 又或是同志者罢了 假如教科书上需要比较客观 无分清书 无论逐类的 站在同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日志确实是比较中心的词 台湾这片土地 自古以来从来没有理所当然 必须属于谁过 而会有这样的脉络 当然也是因为中国这两个字所造成的 不论是在历史上的 还是现在现存的 其实类似的问题也不在少数哦 就拿我们一直都在说的 到底应该使用 中华民国沦陷地区 大陆 内地 西台湾 又或是中国大陆 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名词 来称呼对岸那块土地呢 我们其实正在借着 要如何看待日本的争论 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界定中国 并诠释中国跟这座岛屿的关系 到底中国是不是台湾 理所当然的归宿呢 又或者只是台湾特殊 绅士之下其中的一抹色彩呢 对于这座命运摇曳 政权转换多次 而且人心敏感的岛屿 这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而已 也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 日末名初的作家张我军 他也曾经说过 我们大可不必为了痛恨日本帝国主义 而视日文为异端 语云 遗子之矛公子之盾 要在内容而已 这个要在内容而已 指的就是我们必须先认识内容 面对过去日本统治时期的遗产 面对分歧而复杂的历史 我们在继承的时候 应该做必要的提炼跟转化 对承载历史的街杯 还有文献的内容 我们不能照单全收 而是选择当中能被大家普遍性接受的 从主体出发选择性的继承 但如果我们再问 有什么样的遗产可以继承的时候 前提是有充分 而且深入了解殖民的动机过程 还有结果的研究为基础 明显的事实是 当台湾政治逐渐民主化 主体性浮现 日志这两个字 自发性的被我们普遍所接受的时候 这也是我们对日本时代的历史认识 逐渐清晰的时候吧 好了那今天故事就说到这边咯 我的学习笔记 我们下次见 拜拜